早上不到九點 藍營議員楊之斗 鍾小平一一現身北檢出庭 因為他們都被威京集團旗下的中華工程提告妨礙名譽 原來他們為了柯文哲五大案之一 魚果市場改建案來開庭 藍綠質疑 中共當初125億元得標工程 柯市府透過檢像發包先蓋到五樓 但最重要的六到八樓卻要追加50億元蓋回去 指控當中有土力嫌疑 而會用檢像發包來自2019年這場關鍵會議 由副市長彭振生主持會中拍板 六樓以上樓層纳入後續擴充 八天後市長室就簽章通過 隔年中公就得標工程 就要去調彭振生跟柯文哲對職 當然工程是那個不懂嘛 是彭振生 可是彭振生我認為也是封命形式 鍾小平游書會猛攻柯文哲任內弊案 只是藍營到底是要挺柯還是反柯 態度似乎分歧 周小平透露國民黨團總召傅昆綺 為立院藍白合作前來溝通 他母親的告別式有沒有 之前其實也有找朋友跟我講 大概然後我們也知道他很難做啦 他總召他必須合作 他沒講哪個案子 他說不要去打阿伯打那麼兇啦 據了解黨中央砲口瞄準司法公正性 不干涉議員監督市府職權 這是傅昆綺私下有抱怨怕影響立院藍白合 他日前向黨團定調不干涉委員發言 但也要顧及在野合作 我想我們就不用特別去點名誰了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考量 有一些考量的是立法院的合作 那有一些也是支持我 看來就算長輩說稍微節制 議員們也沒打算放過 柯文哲 TVBS新聞劉宜君李宗哲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